前几天,天后纳英一家人现身机场,一家三口休闲发十足,老公运动帽,白衬衫,大裤衩,休闲时髦,女儿扎马尾便很可爱,纳英则身穿一件黑色T恤,下身搭配一件破洞牛仔裤,还戴了一个灰色口罩,真是气场强大,三人同框也是很幸福。 纳英是华语歌坛乃至亚洲歌坛屈指可数的几大天后之一,当年经典名曲征服一笑而过,物理看花等等征服了不少粉丝的心,在2012年到15年期间,连任中国好声音导师更是让他稀粉无数,但是网友对纳英的质疑声也是此起彼伏,从当年刀狼事件再到姚贝娜,董珍,爱一良等等,每装每件都遭到无情打脸。 刀狼得到网友的力捧,姚贝娜虽然离去,但很多歌迷却记住了他,董珍也再度翻红。 爱良在台湾金曲奖上荣获最佳女歌手的殊荣,跟纳英站到了一个平台上,网友留言,这让纳英请客一看呀。 本该散避锋芒的纳英最近再次被网友质疑,近期杨谦华作为陈一迅的邀请嘉宾,在中国新歌声上和余子辈共唱自己的成名曲《可惜我是水瓶座》,不少粉丝都纷纷鼓掌, 但是纳英却说,跟学员一样紧张。 对于纳英的这种行为,网友也表示很不满,纷纷称,杨谦华的声音饱满,夹杂着浓厚的情感,没有任何瑕疵,不知道天后从哪个地方听出来紧张了。 再说了,把杨谦华说成和学员一样不太妥当吧。杨谦华出道多年,歌曲也不少,更是曾经被称为金曲歌后,可惜《我是水瓶座》等歌曲,还被不少歌坛大外称赞,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吗? 得ufor语 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